三元会晤把影厅当演唱会。电影为开演粉丝已哭哭。 网红三元会晤。 从《等你下课》、《小幸运》到《恋爱因》将影厅变身演唱会现场,还有粉丝听到流泪,显示出拥有33万粉丝的三元超人气。 当大爷拓朗,林思宇等主演群现身后,主持人问大爷拓朗的粉丝在哪里。 大爷搞笑止住粉丝说,不要闹了,乃不是拿住三元的姻缘牌吗?引起全场大笑。 面对粉丝提问为什么三元从学生作品都是走写实的伪纪录片路线,为什么不拍虚构题材? 三元表示希望大家能从他的作品感受到人性的美好,在台湾接受到满满的善意与招待。 无论以什么形式拍摄作品,向传达给大家的主旨是不变的。